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五 儘管種族歧視不應該在加拿大發生 但它確實亦是存在的 華人就算未親身經歷過 都聽過一些本土白人叫我們拉回中國、拉回香港 現在這些人又叫拉回印度 這樣會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這條片 幾好笑的 特朗普上場 大家口裡講到怎麼客氣都好 實在是很頭痛的 加拿大聯邦今天就已經緊急重開加美關係委員會 想想怎樣應付瘋狂總統特朗普 《移民報》今天出來澄清 說加拿大並非廢除10年簽證 大家不要搞錯 吸毒的人沒有地方吸毒 有人會跟他們出頭 無家可歸的人在公園紮營 市政府會體諒 難民湧入 更加多人出面照顧 但是勤勤力力做事的工人 到頭來被無良僱主獻身 就好像沒什麼人理 根據安省政府的內部記錄 安省工人被僱主獻身的問題相當嚴重 在2017到2018財政年度 至2024年7月期間 省府尚未從僱主那裡追回的獻身 多達6000萬元 其中包括了安省勞工關係局 發出的付款命令和違規通知 在安省如果勞工聽 下令僱主支付獻身 但僱主在30天之內沒有專手 個案將會被轉交給安省財政部進行追討 但省府的內部記錄顯示 自2017到2018財政年度以來 平均而言 只有不到30%的獻身 被成功追回 而在2017到2018財政年度 到2024年7月期間 總共有22,270份 未履行的工資付款命令 多倫多勞工權益唱權組織 工人行動中心的行政主任拉德指出 被獻身最多的是打散工的人 例如貨車司機、清潔工、建築工人和無合法移民身份的勞工中最為普遍 他還相信 現在說出來的獻身數字 只是冰散一個 希望省府更積極主動和更廣泛地開展調查 就業律師蘇丹說 他相信安省勞工廳的執法力度不夠 可能歸咎於缺乏資源 但就算有足夠的執法工具 勞工廳是否願意採取更有懲罰性的措施 這也是疑問 安省財政廳的發言人布洛杰說 省府已經改進了執法工具 並在近期將違反就業標準法的個人最高罰款 從5萬元提高到10萬元 這是全國最高的 他又指出 如果僱主不履行付款命令 財政廳將致銜和致電跟進 如果僱主仍然不履行 財政廳可以註冊並執行扣押和出售命令 在物業上設置置留權 並扣押銀行帳戶 雖然外界認為省府做得不多 但他就覺得 過往5個財政年度 追回了約1054億元的獻身 和其他獻款 並在上一財政年度完成了1025次的檢查 這些都要歸公於安省財政廳的努力 TIME ART 拍賣行徵集世界古董藝術品全球拍賣 現金收購免費評估 TIME ART 拍賣行將部分拍賣所得 捐赠加拿大病徒醫院 請留蓝網址 地址Unit 10123 Lesby Road, Toronto 電話647-619-7559 近年加拿大多了很多印度人 他們移民也好 讀書也好 做外勞也好 人多 自然就衝突多 一些可以說是極小部分本土白人 對印度人 也都好像對我們華人一樣 是帶有一些歧視 對華人 他們會兜口兜面跟我們說 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拔回中國 你拔回香港 現在這些人對著印度人就會說 你拔回印度 於是就發生以下的一幕了 你拔走啦 好 請問你讓我走回哪裏呢 阿姐 請問你為何要對我這麽兇呢 我為何要對你這麽兇 因為太多印度人在加拿大 我想他們回去 我是加拿大人 但你爸爸你媽媽不是加拿大人 你媽媽一定不是加拿大人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今天出了什麽問題 我講英文 亦都可以講法文 你講英文嗎 我當然不講英文 滾滾滾滾 接著 這位印裔人士 就跟這位阿姐講法文 講了一輪 搞到這個阿姐 興到講粗喉 其實 每個族裔的人 都會有不好的人 不好的行為 這些我們可以批評 但不是歧視 我們希望大家都要清楚 亦都應該記住 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你的母親 你的母親 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的母親 我是瓦街淨水 米古柱奥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街淨水 什麼叫做講一套做一套 現在就由國家領導人示範給我們看 特朗普勝出美國大選後 總理杜魯多給他的賀電話 美加的友誼是令全世界都羨慕 安省省長福特就叫特朗普 不要忘記安省這個老朋友 不過講就還講 加拿大聯邦政府在特朗普當選兩日後 今天就已經恢復由高級部長組成的 加美關係內閣委員會的運作 而且舉行了首次會議 這次會議是特朗普在2021年 卸任美國總統後的第一次 這個加美關係內閣委員會 是由副總理方惠蘭做主席 今天開會後 方惠蘭宣布成立跨部門行動委員會 以應對可能出現的 美加跨境難民潮和美加貿易 這兩個重要事項 這個委員會做副主席的 是公安部長勒布朗 移民部長米勒 和外交部長喬美蘭 都是委員會的成員 如果特朗普和加拿大關係 真是好到全世界都羨慕 又是安省的老友記 那大家又哪會這麼緊張 方惠蘭說 特朗普答應了美國人 他會大規模驅逐1,100萬名無證人士 加拿大聯邦政府 沒有辦法不開始關注加拿大的邊境 委員會稍後會有應對可能出現難民潮的更多信息 勒布朗和米勒都會把這件事列為優先項目處理 勒布朗立即說 王家騎警其實幾個月前 已經制定了一套應對方案 而王家騎警就說 我們一直在研究多種情況 以防止非正規入境人數發生變化 至於委員會的另一個焦點 加美之間的貿易議題 方惠蘭就說 他這個星期已經和各省長 討論過有關關稅的議題 如果美國一旦向加拿大實施新一輪關稅 加拿大過去已經試過向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 特朗普也都認同 這樣做法對美加都是不利的 方惠蘭遲逢欽試 如果美國橫來 加拿大也都會橫去 今次聯邦政府講一套 做一套 絕對沒錯 防人之心不可無 防狂人之心就更加不可無 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推高關稅的政策 可能令加拿大央行 減慢減息步伐 有經濟學家指出 後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若進一步增加關稅 將會令通脹受壓 金融市場在週三和週四 都已就特朗普當選作出反應 股市過去兩天都見上揚 特朗普曾承諾 會增加對中國出口貨品關稅 亦會降低國內的稅收 減少政府的規管 特朗普了張推高關稅政策 將會令通脹上升 除了影響到美國聯儲局 調控息率外 也間接令加元匯價走低 退高價格通脹 間接令加拿大央行 拖慢減息步伐 通脹上升意味著 聯儲局的降息速度可能會減慢 而市場已經開始改變原先的看法 就是聯儲局利率可能不會降得更低 經濟學家布洛克指 家元匯價可能因為北美洲地區 通脹重現而走低 這樣可能會令加拿大央行 在加快減息方面更加猶疑 是你的首選 聯邦移民部昨天公布取消 十年旅遊簽證標準化的做法 引來很多人誤會說 加拿大取消了十年簽證的政策 令移民部今天馬上澄清 新的政策不是廢除十年簽證 只是廢除十年簽證作為標準文件的做法 聽清楚 不是廢除十年簽證 只是廢除十年簽證作為標準文件的做法 所謂廢除十年簽證標準文件 即是說不一定是十年那麼多 但是也不一定說會不給十年 一切都由簽證官根據申請人的情況來決定 可以是給十年 可以是給一年 甚至給一個月都行 由於現在中國政府向加拿大公民 也都簽發出十年旅遊簽證 這件事是在加拿大對中國公民簽發十年簽證之後作出的 所以一般預料 中國政府稍後也會對加拿大公民廢除十年簽證作為標準文件的做法 有做家中旅遊人士說 今次加拿大的做法 雖然它不是針對中國 但基於雙方對等的做法 相信中國政府遲早也會這樣做 由於多市部分私營日託中心明年起大幅加費 部分家長考慮不如留在家裡帶小小錢 多倫多市西至少已經有兩間日託中心 明年起退出政府每日10元的日託計劃 而收費將會倍增 其中一間名為Sunnyside Daycare的日託中心 收費由每月1200元增加到2090元 明年一月生效 導致私營日託中心推出聯邦 和安省政府共同推出10元一日託計劃 主要是政府由明年起 嚴格監管撥款下日託中心的經營模式 部分私營日託中心認為於理不合 剝奪了經營者的自主權 因此推出計劃 亦有中心不滿下大幅提高收費 多市市西有兩間日託中心已經有家長說 接到日託中心的通知 明年收費將會增加一倍以上 他們現在正忙於尋找替代托兒安排 布魯諾最近收到兒子學前班 在Wandserville社區內的Sunnyside Daycare家長信 通知這間中心由明年一月起 退出政府計劃 這項計劃自2022年實施以來 家長支付日託費用減少一半以上 他說這項變更意味著 他的家人每月必須多付接近1200元 因為兒子學前班的學費 從明年一月一日起 每月900元的日託費升上2090元 布魯諾說 由於等候名單很長 現在要找到其他日託中心非常困難 現今正領產假的布魯諾說 揮育上將迫使他和partner 就是不可以在12個月後 重返工作崗位 貿求其他解決方法 他又說這就是部分家長 決定不重返職場的確實原因 因為花在託兒費上開支 抵消外出工作帶回家的公司 佛里德曼表示 最近也獲釋自己子女在 High Park社區內 泰迪洪日託中心 將在明年一月份 退出政府計劃 他說要在一年前搬入這個社區 用了很多時間才找到一間日託中心 他說收到中心發出 退出政府計劃的家長信之後 感到憤怒又失望 信裡通知他明年一月份的 托移費用將會增加一倍以上 他說目前正是考慮其他選擇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0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7度 但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氣候價格 沒有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53.9線 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總統之後 由於他曾指 會爭取釋放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律政司林定國重申 任何人我不管你是哪一個 都不應該以任何言論或者行為 嘗試干擾香港的法律程序 對於特朗普曾經制裁本港官員 這些制裁目前仍然有效 林定國指 任何說話都絕對不會動搖 他為香港旅行責任 今年慶祝成立75週年的大律師工會 出版紀念特刊 獲多個法律界巨頭贊文 李國能以改變的挑戰為提贊文 提醒任何專業不能自慢 尤其大律師均在不斷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 科技環境下運作 如何以前瞻和動態的方式 適應變化就是一項挑戰 林定國回應李國能的文章時指 不論律師或其他人 都要因應客觀環境變化 去令自己發揮技能 與時並進 並考慮社會不同發展 去增加專業的技能 第十五屆中國航展 也就是珠海航展 將在下星期二至星期日舉行 由於屆時 1035A隱形戰機將首次公開亮相 所以吸引頗多的港澳居民前往參觀 而今日 1035A隱形戰機率先出現在珠海今彎機場上空 進行了首次場地適應訓練 1035A定位 中型多用途戰鬥機 採用常規氣動報告 配備DSI進氣度 梯形主型 傾斜雙垂尾 及內置彈艙 可被探測性較低 一連六日舉辦的珠海航展 將有一系列的飛行表演 除了有1035A亮相 還有1020、1016、混油20A等 將作飛行表演 令會展出紅19地空導彈武器系統 新型查打一體無人機等裝備 你瘋了 直接罵他 你瘋了 他應該燒死我 現在已經在踩了 你更瘋了 因為最初我的想法 因為那時候太傷感了 不要說了 瘋了 總之他最初看過 給了很多意見給你 他都覺得很好 他一直在說 我覺得我們做電影也要有四個責任 他說我們應該要給一些正能量 購買 那 也都很好 他講完之後 其實我回去也會想 一邊想 一邊剪 一邊慢慢 我都改變了 這部戲 我覺得這部戲 他有一個魔力 就是我自己拍完 我自己剪 他剪 我想到怎麼剪 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便會跟他講 然後他又會給我一些意見 然後慢慢 我最新的感覺是 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一定要宣揚一些正能量 正如他所說 嗯 我覺得 就像戲裡面所說 我們除了超渡先人 我們超渡生人 嗯 那就 我覺得這部戲先超渡了我自己 嗯 起碼到 嗯 那你有沒有 為什麽有兩個少將 不拍戲劇 不是拍正劇 不拍十來九人的喜劇 好像浪費了 人家覺得 為什麽這麽有趣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有一個錯誤的錯覺 嗯 就是說 他們好 他少將一定要拍戲劇 但是其實能夠做到 喜劇的一定是演技很好的 演員 他才可以引到人發事 為什麽 不拍戲劇 作詞